口述影像的服务力 主要是視像的朋友使用 把視覺元素用口語描述出來 平時進去看一般展覽都會安排到導賞員 但它可能會介紹更多的 是關於畫作的背景 或者一些藝術的手法 口述影像就不同 口述影像是說整件事的畫面 構圖、顏色、大小 很有系統地去介紹整幅畫 令朋友可以感受到整件事的氣氛 而不是說資料性 風俠節現在暫時發展到 會有五至六位口述影像服務員 都接受過一些專業培訓 現在我們亦會有一些通達字幕 我們會寫演員的名字 加上一些聲音、語氣 以及一些我們看不到的聲音 都會描述出來 令服務使用者 亦可以同步感受到 整個畫面發生的事 現在整個通達服務 在澳門不單是我們的機構 其實澳門也是一個初行的階段 所以真是萬事起頭難 像我們口述影像員一樣 他們全部都有政績 他們都是利用他們下班 或是閒餘的時間 去投入服務 如果想在平日的日子進行的話 如果口述影像員又扯不到架 可能就變成了服務已經有受到 我在劇場做口述影像 如何提供這個服務呢 首先口述影像員 他們會拿著傳液機 用這個麥克風 將口述內容傳達 給我們的服務使用者 服務使用者同時 亦會配戴這個接收器 通過耳機 去接收口述影像的內容 除了我們說不會踩對白之外 我們亦有另一件事要注意 就是不可以穿橋 因為我們亦都希望 我們的使用者 跟其他觀眾一樣 都可以同步感受到 藝術和劇情的推展 不會說穿完 令他們覺得那件事沒有那麼趣味